到了到了 现在怎么漂亮 我现在就到了这里 山洞亮有人这里 这里是属于尊义松林 其实之前我是来过这里的 当时来的时候 他房子还没有修到现在这么好 然后这外面之前也没有修这个栏杆 现在来停车更方便了 油转达迁了 搬来修了吗 然后山洞里面有什么 现在朱老板带我们去看看 现在又重新装了一下 是吧 之前来里面还比较黑一点 这么多久的 你上次好像里面没有装灯了 没有 现在弄得更好了 这个梯布可以上去了 之前我就走到这个位置 就没法再走了 上面全是重路湿 这里面 你看到里面的河水了 里面还有个银子 里面还有暗河 你这个投入还挺大 里面还有这么大的 里面有没有看过呢 月娥里面整个又漂亮 这一片的重路湿太不漂亮了 哇 这一片 你看了吗 这一片 好大 你看下面 还有洞 它这个水一直在流 对 这个水的水质特别好 里面没有了 那个路要是可以走 从哪里走 从那个洞吗 从这里上去 很远的 里面很棒 很漂亮 嗯 还要走一个多小时 我们这里的小地名叫梁峰洞 梁峰洞 然后被我 被我过来住进来之后 就把它搞成山洞亮酒了 哦 就你住进来 就弄成那个山洞亮酒 你在里面亮酒了 对 你没有住进来的时候 这个洞就是一直 没人管 跟管跟住 也没人住 对 哦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投入的都 现在是属于你自己在弄吗 对 你全部都自己在弄 哇 这一个 你看 它重祖室是情形怪状的 情形怪状 这个重祖室最少要多少一年才能行 是这么大的重祖室 哇 这么多酒 放在这个山洞里面有什么好处啊 山洞里面的好处就是恒温储床嘛 然后选择这个山洞的原因呢 因为这个山洞的水质好 咱们这个山洞的水的话可以直接饮用 因为上次我找人过来检测过接近矿泉水的水质了 哦 这么好 难怪那么清澈啊 对 因为酿酒的话主要讲就是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它的水质水质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工艺 工艺的话我们也是百年了 工艺嘛 你也知道了 像这么一坛子酒要装多少斤啊 这种坛子是装1000斤 小的总是有的600有的500斤 1000斤啊 对 那一斤要多少钱啊 一斤的话我们这里有贵的有便宜的 贵的的话有几百块钱一斤的 它是根据存放的时间来 那便宜的呢 便宜的就是新酒嘛 新酒就比较便宜 20块钱一斤就可以了 这个山洞里面存酒都要存好多钱呢 这里面呢 现在存的酒的钓子的话 大概在100万以上 一百万以上 对 就存放最最长 时间最长的酒就是20年的酒 但是这个酒不是我酿的 是我爷爷他们那一代酿的 哦 因为我们家是组备酿酒嘛 组备酿酒 然后住的酱汉酒的话 时间对外销售最长有20年的 但是咱们手里面的老酒的话 40年的都有 40年的那个酒不卖 用来勾调酒的 可能比较喜欢喝酱酒的朋友知道 酱酒需要用老酒勾调 哦 就像那种 打个比划 就像那种 泡菜 就用以前元坛里面的 就那个水 那个盐水啊 嗯 老酒 那你现在卖的一般都是 一到五年的酒哈 现在卖的基本上都是 五年到二十年的 五年到二十年的 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喝 时间长一点的酒 时间短一点的酒 多了 很多朋友还是 不是特别喜欢喝 住在这么冻暖夏凉的山洞里面 太好了 主要他们吃住都在这里啊 这是他们卧室 在这里 然后那边就是做饭 这边就是客厅饭厅呢 很暖和 这个罩 烫的这个 这边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 往这边做饭 来 中路师 在这个洞里面生活 然后这后面就可以在这边工作 酿酒 他们在这个洞里已经待了五年了 然后他们的儿子都是在这个洞里出生的 所以他名字就取名叫朱动森 因为姓朱啊 朱老板 这名字有意义 动森 你怎么这么勇敢啊 你才一岁多 就爬那么高 他长得好温哦 夸你了 夸你了 太乖 我记得上次你们说在外都一直打工 然后辞职了好久了 就回来住这个 辞职了有五六年了 五六年 就不想打工了 不想打工了 打工不自由哈 不是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因为我们连职 因为所以 家族连职了嘛 嗯 家族连职 然后穿到我们这代的时候 因为 基本上要是穿了 小得病 还想把老爷们的手衣 把它丢一下 所以最主要的回来穿成这个手衣 最主要的就是这种 哦 穿成那个背面 老公衣哈 对对对 哦 这个还是多少厘 这个穿成的过程中 你们还把钱转了 那是你的车吗 你什么时候买的 今年买的 哇 太好了 坐在家里赚钱 买车了 你是把这个家宽了的吗 哦 这这还要修啥子 这要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修啥子 把它挖出来 那大点 暂时没考虑到修那个东西 想不到挖出来 我就把这个洞扣弄打的 你说明天弄那个煮菜和鸡啊 啊 你会煮吗 会 那我煮菜就好吃 我来又找 我在里外都吃了 今天我们去 今天也有个去吃杀猪饭 杀猪饭就不吃吃了 我天天要把食品煮了 现在把车挪到那外面去 今晚不走了 明天在他这里吃鸡 吃了鸡去另外一个山洞 那个山洞里面还有蘑菇 也有很漂亮的中午 我刚刚听说你们家就住在附近 就是说酿酒在这个山洞里面 为什么住也想住在这个山洞这里呢 因为首先呢 我个人啊 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安静的生活 然后这个地方住起来呢 冬暖夏凉比较舒服 因为这个洞是 13度到15度很恒温 像热天的时候外面 在二三十度的时候呢 在我这里会感觉特别的凉快 像冬天的时候外面特别冷的时候呢 在我这里感觉特别的暖和 这样子 山洞是冻暖夏凉这样子来的 那你们这里有网络吗 网络有的 包括网络和电都有的 但是我这边因为比较偏嘛 因为周围一公里没有人居住嘛 然后拉电的话是花了一万多 我的WiFi花了四五千 拿电过来一万多呀 对 WiFi的话也拉过来了 WiFi的话都花了四五千 就是为了在这边相当于过着隐居的生活 安静 虽然这个洞口就在马路边 但是很久才过一辆车 所以这里真的是很安静 洞山 红豆山 这个要泡多久才能喝啊 两个月就可以喝了嘛 这个是属于果酒吗 差不多吧 就保健酒了 这个是什么里面 密封 马蜂泡酒 马蜂泡酒有什么作用 喝了它 风湿 是风湿 这么多酒了 刚刚去看了上面很多酒 你看现在下面也有很多酒 而且这次来了 看了不同的酒 现在还有这种小瓶的包装 感觉这个还挺好的 太让人羡慕了 一家山口住在这山洞里面 然后他们去赶集也很方便 开着自家的小车 自己也可以去送货 然后就躺在家里都赚钱了 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吃菜的话 就自己种了油菜 自己种了油 明天我就要吃他们家的鸡了 今天晚上我就住在我这个面包车里 就这样睡 然后今天晚上要睡电热毯了 我觉得贵州这边还是挺冷的 尤其是这大山里面 把这个就可以先铺上 到时候我离开这里的时候 把我的水也加满了 再走 在这里趁饭 趁水 趁电 真好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个视频 朱老板带我去另外一个山洞 那一家人修了别墅 然后山洞里面种了很多蘑菇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